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我们今天是day two 第二天 我在泰国第二天 但他不是第二天 是第四天 第四天 第六天 第六天 现在在普吉岛 然后我们是约了来泰国basking 就是做街头演出 本来计划有那个直播的 但是我发现我那个直播 有两个条件不符合 现在还直播不了 抖音直播不了 就这样的话只能basking 然后就记录一下吧 就记录一下顶到昨天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和文俊 就是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在上海一起做演出 但是做这个basking 是大家都有点兴趣 然后 所以这次旅行试一下 试一下在泰国basking 我之前 我之前19年有basking过 在泰国 然后隔了疫情的那段时间 反正最近来泰国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免签嘛 然后 连入关的时候 连那个入境卡都不用填 到三月份 是吧 到三月份 那就反正你入境卡都不用填 你就正常 就很简单 比之前要简单多了 而且也不用花钱 之前要2000泰铢的 也不需要花钱 反正就他用你护照盖个车就行了 特别特别简单 然后出去也是 出去也简单 回来也简单 然后 你可以聊一下你 现在来是好时候 因为就是中国人非常少现在 就是普及是吧 普及普 对 我们现在普及 就是可能20个人里 有一个中国人都算多的了 到不了这个比例应该 我感觉就像5% 这个感觉 对 中国人特别少行 就是可能国内宣传的 什么割腰子呀 就少来东南样呀 现在泰国的中国人非常少 说那么 尤其是曼谷这个之后 那个小孩 啥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在那个Siam Plaza 一个14岁的小孩 被割了 没有打死三个 有一个中国人 我听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有那么多事 对 从那之后 中国游客就很少很少 听到那个事 其实还是我也是 当时就觉得 怎么那么不安全 忘了 不是也忘了 就是说 觉得好像就不想考虑在这儿了 但是我们俩就 为什么要来这儿 我们俩一直想做 国际把词是吧 就是到外面 但是你要知道一句话 就是最危险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他出了那个事之后 短时间之内 不会再出这种事情 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 对 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 就是嘛 只要让中国人也少 就没有那种大妈的喧嚣 挺好 没有大妈的喧嚣 对 但是我来了 这是第六天了 我是5号来的 今天已经10号了 现在就是第六天 然后 有一个问题 就是普及这边的消费 实在是太高了 这是跟曾经去过的 甲米 巴提亚 曼谷 都不太一样 这边消费非常的高 我印象里就是曼谷 其实有很多吃的吃饭的地方 比那个巴提亚还便宜 因为巴提亚也是旅游区嘛 旅游区它也会有一些 但就曼谷的话 有贵的有便宜 在曼谷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便宜的 你人均吃个 比如说炒饭盖饭 或者是面前这种呢 得人民币二三十块钱吧 可能以前的话 在曼谷之类的 只要十块钱左右 你在菲律宾更便宜 对 菲律宾更便宜 菲律宾可能六七块钱 就能吃一点 我们就是属于 希望低成本一点 因为出来 就是不赚钱花钱嘛 我们巴提亚也是希望 咖啡这一部分的开销 就是怎么说 我主要不是出来玩的 就是想出来做街头演出 主要是这种体验 不一样 和你完全出来玩的那种心态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俩 之前我出来玩的时候 可能要住个几百块的酒店 我们俩这次出来 基本住都是轻侣 就是床位 反正19年的时候 我在曼谷的时候 感觉做basking 还可以cover掉 就正好你收入 如果街头演出 你的收入和那个 支出就差不多了 比如说吃饭 经常去那个Termino Tany One里面 商场里面的美食城 吃饭 反正就这样 然后basking 就在外面的那个 他那个楼下 也是个地铁站 做婚姻 打锁的 然后 旅顿上来讲 我们住宿省下的钱 也没有省下 但是我们交通 得到很大的便利 我们租了摩托车 对 就是相当于 你把酒店 省下的那部分钱 都是用来送摩托车 可以说来价钱吧 我们酒店 像昨天我们 我刚到昨天 做了一个 住了一个床位 清旅 就是一个床位 300株 300株 60人民币左右 61可能 一位是吧 好像 对 一个床位 这是最 在普及最便宜的 也要670一个床位了 没有再便宜的 就我觉得就是 那边叫什么卡塔 对吧 卡塔 然后卡仑海滩 卡塔 卡仑巴东 这样的 就是因为好像到 在普及岛上最热闹的 三大海滩 就是这样的 巴东算最热闹 巴东是最热闹的 但是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像我以前去过 在巴蒂亚一样 就是我印象里在巴蒂亚的 就是当时去过 那个巴蒂亚最热闹的 那个海滩 有那个Walking Street 然后那人特别杂 然后另外我也去过 它稍微远一点 叫中天海滩 还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的名字 就是我的印象里 完全它 它这个 它这个分布有点像 就是特别人特别多的 那个地方 就会特别嘈杂 就我们昨天晚上也去的 那个地方 找一找哪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 然后 就特别嘈杂的地方 我是不太喜欢 然后 然后 然后你离开一点 就会有 就是 高档酒店区的那种海滩 然后 就是人也 在卡塔那边 反正人也少一点 但是也不便宜 卡塔那边的住宿也 对那边的消费 其实我觉得 可能人会觉得 巴东是最繁华的 可能巴东消费高 我觉得 其实可能 卡塔的消费 比巴东还要高 因为巴东人多 但是他店也多 可能竞争就激烈 选择性也更多 所以 我们现在住在巴东 属于比较外围 属于巴东镇 不是特别靠近海的 但是也就隔个两公里左右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喜欢住的远一点 住的远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 非常方便 楼下有7-1 7-1有座位 有冷气 然后那边有洗衣房 什么就特别舒服 对我们现在 by the way 我们现在就在7-11 给大家录的周期节目 我特别依赖便利店 在上海也是 就是有很多时候 想喝点什么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是特别 我觉得7-11 还有其他便利店 提供很多的便利 然后吃的东西也好吃 就经常 它这里面有一些 也有一些 就可以热的一些素食 汤 什么东西 冷盐 热咖啡 什么都有 如果你不挑的话 你可以一日三餐 或者是什么样 都可以在这边解决 反正至少有一两餐 你要说餐馆吃饭比较贵 但这边吃饭就比较便宜 我们这个都是比较 比较接地气的一个活动方法 生活方法 然后 还有个问题 给反应物价 我们刚才买的水果 对水果 一个翻十六 一个巴勒 一个一小溜西瓜 然后一个三芒果 一共200泰铢 差不多40多人民币 很贵的 其实也算贵的 对 你在中国这个物价也算贵的了 对 他现在就是说你吃饭住的话 其实我觉得和上海之类的一线城市 也没什么区别了 真的这个物价 就普及真的很贵很贵 然后在曼谷就会选择多一点 对我们过几天去曼谷 希望那边好一点 然后昨天晚上八字品带了一堆东西 所以打算就是先简单弄一下 结果下雨 我们骑骑摩托车来回二十几公里 就是从卡塔骑到巴东 然后刚到地方 刚卸下设备 准备装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下大雨 然后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一路上躲了三四雨 就是特别出事不力 对挺坎坷的 挺坎坷的 然后那差不多先到这吧 这我们第一期 F1 然后连续去 连续去 会持续每天更新的 对关注一下 然后希望这个能够顺利 我们还有三天在普吉岛 希望这三天都能顺利发测 这个比较重要 对来这边 其实因为买了泰国当地的电话卡 然后我用那个电话号 申请了一个TikTok 这个还是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你在国内的话 你没法用 在这边 好 现在在TikTok 已经收获一个粉丝了 那就先这样 等待第二期